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探大家好 歡迎收看照理盤中見股資金的一個解盤節目 那今天的一個大盤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好了 今天的一個大盤開高之後 那撒到平盤以下 那目前來講的話出現了拉高的一個走勢 那預估的量能大概是2500億附近 那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昨天的融資 因為昨天的指數你看一下 昨天的指數大概跌了 收了一根比較中長黑K棒的一個走勢 那成交量的部分有稍微的一個放大 來到3102億 來到3102億 那你可以發現 昨天是跌了404點 那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以發現昨天的融資喔 是減少了大概52億 對不對 這個地方 融資的部分減少了52.1億 好那可以說是近期當中 相對上來講 就這一波段下跌的過程當中 這個地方當然有啦 你可以看到 融資大減的時候 其實往往指數來講的話 短線上它都容易出現 所謂的一個反彈的一個走勢 好 那昨天減了52億的一個水準喔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盤面上其實在今天盤前 我也跟大家會員的訊息當中 其實今天開高來講 容易出現拉回的一個走勢 好就是說 開高之後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啦 其實這一段時間以來喔 假如說你真的全部都是用融資買進的 那很多的股票其實這一波段 好整個波段來講 其實說真的跌幅真的蠻重 所以有些人已經出現了 所謂的一個融資追繳的壓力 那當然你只要繳不出來 有可能就必須面臨到斷頭的一個壓力 所以昨天融資有些人當然先砍掉了 那砍掉之後有些人當然因為昨天 說真的 這種 昨天的盤是相對上來講 大家真的比較悲觀啦 所以融資才減了52.1億 那今天一開高之後我相信大家在 會再洗融資一次啦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再洗一下融資啦 就是說你用融資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真的你不要用融資買進喔 就是說 開高之後我相信 大家看反彈彈不上去了 對不對 彈不上去之後怎麼辦 假如你有追繳壓力的人 你有斷頭壓力的人 你會怎麼辦 假如你錢繳不出來的人 你會怎麼辦 當然就是砍股票 所以它的指數就慢慢的出現了 所謂的一個開高走低的格局 那現在來講的話指數又慢慢的上來好 那今天一亮人大概 目前來講的話2500億啦 當然 跟昨天的量能3102億來做比較 當然今天是量縮的一個走勢啦 那當然你就形態來看的話 似乎你可以說 當然反彈沒有量等等 不過我覺得啦 其實以今天來講 當然量能不會太大啦 因為說真的最近的這一段時間 大家對於指數的部分 或者是個股的部分 尤其電子股的部分 其實越看越保守 越看越保守 所以就像現在好了 你敢去買股票嗎 對不對 除非你是空手的 不然說真的這個地方你不敢買股票 假如你持股滿檔的你更不敢 對不對 你更不敢買股票 所以我覺得 其實經過今天的這樣殺盤之後 其實對盤勢來講是好事 就經過的這一段的洗盤之後 其實對盤勢來講 它反而是好事喔 慢慢的 我個人覺得啦 當然 現在偏空的人也蠻多的 多空看法本來就分歧 我想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子 那不過就是說 我覺得 電子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慢慢應該會上來 慢慢會上來 等一下再跟大家進行說明好 那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電子股現在佔的成交值比重 真的蠻低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好 那我想股票的部分來講 其實最近以來一直跟大家講 你真的 持股的比重要維持在比較相對低 持股的比重 並且你睡著著覺的部位 你不要去用槓桿 你也不要 持股滿檔 我想這段時間 因為我們認為變數相對上來講比較多 所以一直提醒大家 一直提醒大家 不過我覺得其實目前來講 這個氛圍慢慢的會好轉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過擔心 那只是說 在好轉的當下 假如說你持股比重 如同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你真的盡量控制在五成以下的水準 進多單當然你更要五成以下 那等待盤勢穩定之後 我想這個地方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去做買進的 我們可以去做加碼 買進等等 這樣的一個 但我們覺得盤勢穩定了之後 當然就會下去做買進的動作 因為很多的電子股其實說真的 跌到這個位置點 我覺得真的被挫殺了 真的被挫殺 或者是說股價來講真的被低估 那未來去被成長性呢 我想還是我們選股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所以股價市場都是考驗你的智慧跟膽識的部分 好 這是我們的經歷的部分 那以同為敬 以股為敬 以人為敬 好 那記得叫我們的Line at good58 好 要記得請點我按加1 Plegland good58 建股資金FB 王兆麗 FB 你可以自己去搜尋FB 建股資金王兆麗 這裡面都有盤勢的分析啦 有時候有個股 當然也有影片啦 當然也有影片等等 好 那另外的 YouTube的部分來講的話 YouTube 你可以打一下 王兆麗分析師 然後記得按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好 要記得按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其實 目前整個盤勢來講的話 我個人覺得啦 當然這個地方大家相對賞來講 我相信對於電子股的部分 當然我不是說 我跟大家講幾個邏輯啦 就是看盤的一個邏輯 或者是類股結構的一個邏輯 假如我一直強調這個地方 在前幾天我也跟大家講 大盤 電子股腳不能撐盤 不能往上反彈 那這個大盤會破底 對不對 你看一下是不是如同 其實我們看法就是這樣子啦 你看到 對不對 是不是破底 跌破了這個地方的低點 17 16 16764對不對 昨天是不是中場AK棒 因為昨天電子股弱啊 所以當然就出現了 中場AK棒的時候 灌破了前波的低點 你說叫金融叫船廠來撐 不可能啦 撐不動了啦 因為電子股畢竟佔大盤的市值 還是有六成啦 你沒有 你沒有這種重要關卡 沒有電子股 那好 相同的一個邏輯 大盤腳位來這幾天 要佔上17674 16764 這個低點你至少要佔上啦 就是說你站上相對上來講 代表你短度有企圖心啦 你要站上要靠誰 當然是靠電子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想要靠金融 你想要靠船廠 這個站上之後很容易再下來 真的很容易再下來 那 所以我想這部分在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那另外一個 假如電子股真的呈現持續的弱勢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也會拖累到船廠股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 你有沒有看到最近的鋼鐵很弱 強勢的大概說真的 只剩下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 或者之前我們會員有買的龍鋼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我隨便打一檔股票好了 2002的中鋼就好了 大家不是很看好 中鋼的股價是這樣子 2002的中鋼 2002的中鋼 2014的 你看一下 2014的中鴻 有漲 有漲 我們的5009的龍鋼是這樣子 可是這個不要追了 我跟大家報告 龍鋼不能 不要再去操作了 你不要去追了 我在我自己的節目可以講 就是這個地方你不要去追 為什麼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 那你比如說像2027的大乘鋼對不對 也是一樣 你說真的這種股票有時候 跌幅會輕嗎 其實也都蠻重的 像大人鋼大家也不是喊翻天的嗎 那中鋼的部分大家也不是講得非常好嗎 中鋼的部分不是也一樣嗎 其實這個跌幅也都說真的也都不輕 這種隨便也都大概這樣也都有10% 也都有10% 只是這些股票能不能再創新高難度很高啊 大家都懂我的意思 你買股票其實假如買到不容易創新高的股票 那當然相對上來講你就會比較累一些啦 你就會比較累一些 好來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這是 另外的部分我們再回歸到剛剛所提到的 好來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假如真的大盤要走穩 這個大盤要反彈 無非就是要電子啊 無非是要電子啊 那當然目前來講的話 美國的超級財報都有一些電子股的部分 有德椅啦 通用 微軟等等 那有波音 有福特 有高通 德椅啦 高通啦 英特爾啦 蘋果啦 這個相對上來講比較重要 比較重要好 那通膨的部分來講 這部分其實最近也都跟大家講 其實喔 通膨的部分我跟大家進行說明啦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啦 就是說以目前來講的話 當然市場上 其實張錫或國泰投信他們今天也有 出了報告 等一下我再來跟大家講好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散戶縮手 大舉車出900億的銀彈 對不對 900億的銀彈好 那你來看一下喔 證券存款的一個余額來講的話 當然就出現了減少的一個情形 因為說真的啦 3月份這種盤勢 你看一下 3月份的部分 3月份的指數的部分 你看到3月份是這樣 你不要說3月份啦 我相信4月份來講的話 證券於花博帳號來講應該也減少 因為這種 這種喔 大家說真的都會怕啦 大家都說真的都會怕啦 那只是說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你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我有時候都在想 都在講 因為 你在當下的時候 當現在的電子股很不好的時候 你敢買嗎 你真的敢買嗎 你真的不太敢買 所以很多人都說 人氣我取 好那 在大家恐慌的時候 你要買股票 我跟大家報告 你不太敢啦 你真的不太敢 你要有人來帶領你 你才會比較有信心 不然你真的不敢啦 所以說的都很簡單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最恐慌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可是我們一直認為 其實電子股打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他具備投資的價值啦 他真的 因為真的 我覺得蠻多都被挫殺的啦 等一下再來講好了 所以大家有時候其實說的 你不用太過於擔心啦 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用現股買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 自然人的部分來講的話 3月份 就是集中市場佔62% 去年 低於去年7月的 74.7% 對不對 那 外資佔比來講的話 下滑到0.2% 那等等啦 就是說這個就代表 內資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投資人是減少的 那外匯會存體增加 那當然增加有民眾 一般的民眾 疫情美元升值把新台幣轉換成美元 那出口廠商 把它轉 暫時停留在外匯存款 那不過重要的是 外國人新台幣的存款 其實3月多了2413億 5個月最高 月增265億 就是說代表3月份 當然外資賣超也很多 可是有些來講 他賣完之後 他並沒有匯出 他並沒有匯出 當然有部分是匯出的啦 確實啦 那有少部分 我相信少部分是沒有匯出的 265億 就內信貸幣的部分 那有可能 這部分的資金來講 有可能也在等待 所謂的台股的部分 會不會出現止跌 會不會出現止跌 好 來 那張錫的部分來講的話 他說啦 其實張錫的部分 我大概跟大家報為幾個重點 他認為 五月聯繫衛生息後 應該會利用市場 會明顯的反彈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認為 其實大概結論就是說 之前費的部分來講 一般市場預期費的 從年初有可能 今年會升起5碼 到之後的7碼 到現在的10碼 甚至於11碼 就是說 費的這些官員 或主席鮑爾 所講出來的言論 等等 讓市場 當然他越講越陰 那市場也就把 升起的碼數 次數 都進行大幅的調高 到現在來講 大概是10碼到11碼 那其實國泰投信他認為 他認為 就是像 他認為5月6月更升一碼 7月升起一碼等等 就是說他認為升起的次數 不會高達10碼到11碼 我想這部分我也認同 就是說 費的他是一個動態的調整 假如說指數相對常來講 弱勢的話 我相信他就比較不會這麼的陰派 假如還在相對的位階高的位置 我相信他就會比較陰派 這部分其實在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所以假如這個地方的指數 是維持在這個位置 我跟大家報告 費的的部分來講 有可能5月升起2碼 6月升起2碼 之後其實說真的 不見得會那麼的陰 他是一個動態的調整 那當然 5月或6月也有可能會縮表 有可能會縮表等等 好 那他就是認為 那通膨的部分他認為3月 這個國泰投信預估的 3月通膨最高會逐步的下來 因為基期的關係 確實通膨的部費也會逐步的下來 這個是OK的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過 因為 俄污的問題 所以導致成年初的時候 到現在的原物料 之前原物料大漲 假如原物料真的沒有大漲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3月份 那時候其實就是同膨的高點了 那現在會不會到3、4月 這個不一定的 不過就是說 你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只要俄污不要再出現太大的惡化 不要再造成不管是原油 不管是非鐵、金屬等等 基本金屬啦 好 等等 這一些再往上集充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不至於 所以通膨的高點應該陸續會到來 好 那他認為 2020年第四季度成長率 7.811.721 還是成長 好 還是成長的一個架構 好 那統計 升息後的表現 短期3個月內 會去整體或跌幅小於5% 好 那另外的 好 就是認為升息完之後的3個月內 大概就是小跌或整理啦 那中期反應景氣喪行 然後12個月後 正報酬率大概9成 就是升息完之後 12個月後 正報酬率接近9成 平均漲幅大概6% 那目前比較 他認為啦 這個我就看了我真的嚇一跳 目前台股預貸的本益比來到11.8倍 比2020年3月疫情爆發時的 低點12.1倍 好 還來得低 好 還來得低 意思就是說其實 好 這現在的本益比來講的話 其實相對於那時候的疫情爆發前 不是疫情爆發後 8000多點那個低 就是疫情爆發時的低點 相對上來講比較低 好 我想是這樣的情形跟大家進行說明 好 那另外一塊來講的話其實 就是我們看一下喔 另外的原物料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講過喔 這個不敢是豐心 其實原物料的部分 我有跟大家說明 鋼鐵的部分你要看兩個指標 一個就是鐵礦砂 鐵礦砂昨天當然跌停啦 鐵礦砂 大陸的鐵礦砂昨天跌停 那豐心呢 其實在上禮拜 他就降了所謂的廢鋼的價格 那這禮拜 他降了 又降了廢鋼跟 所謂鋼金的價格 鋼金的價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為什麼他會跌 中鋼不是一直都講好嗎 為什麼他會跌 這是有原因的 這是真的有原因的 因為廢鋼的價格現在在跌 鐵礦砂的價格現在在跌 其實他假如維持在高檔 他能不能轉價還是一件事 能不能轉價還是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當大家很看好的時候 其實股票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就是當你很靠 可是他的基本面 真的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其實他的股價容易出現 就是大家 人氣又削弱的時候 他就容易出現回檔修正的格局 那你說他的基本面 當然你就是要看一下鐵礦砂 所以鋼鐵股跟大家講 我是建議啦 這個地方你真的暫時不要去碰它 或許跌聲會反彈 其實這個地方在這 我記得鐵礦砂 我應該在這個地方 我剛剛也跟大家講過啊 叫大家避開 我們那時候只說 5009的一個龍鋼的部分 對不對 那時候這邊吧 我記得會員好像買這邊吧 那我想 為什麼 因為它是特殊鋼的部分 因為那時候拿菇的部分來跟大家講 因為菇還是在創新高 那實際的需求的部分 所以你看看到投信 當然也買超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不要去追了 這個真的不要 因為整體橋 鋼鐵類股 市場又對於它 開始產生一些的疑慮的話 這種股票 也會有壓力啊 也會有壓力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時候我不是跟大家講貌生農金嗎 我不是說食品 對不對 那時候大家不是很嗨 我大概也是這邊講的啊 這邊啊 高點啊 我說能不能轉嫁都是一個問題啊 並且他公佈二三月的 累計的獲利 比去年同期衰退啊 你看股價 那你買到這邊的人 我現在就是說 我假如買到這邊 我未來三個月半年 或者一年 我可以解套 甚至於賺錢 那OK 你叫我抱著 我OK 我沒問題 可是假如說 我抱了三個月 抱了半年 抱了一年 結果他還不會創新高 甚至越跌越多 就是未來 因為盤勢不好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想 可是等到盤勢穩定的時候 結果他還是沒有辦法 往上出現比較強勁的反彈 那我覺得 那就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 有些來講的話 其實說真的就是 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我想還是要看未來的漲望 基本明顯的部分 來跟大家進行說明 就是說你要買的股票 大概還是往 未來漲望相對上來講 比較好的 這一些的一個個股 好 那另外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風力發電對不對 你看一下風力發電 就是上緯啦 中興店 我跟大家報告過這種股票啦 其實我也最近也藏著在跟 你看上緯的股價 是不是也創高 對不對 那我也說過這種股票幾漲 你不能去追 可是拉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留意啊 結果股價要創 因為 風電的部分來講 大家要認為市場上 因為現在整體的電子股 因為這一陣子的電子股 真的 資金跑出去 你看成交值比重就這樣 就知道 有時候甚至低於四成 這是蠻扯的一件事 不過就是說資金跑出去之後 它就在傳產裡面輪動 那它就有可能找這些 比較不受國際股市的影響 比如風力發電啊 這一些政策能源的部分 所以股價當然就創波段性高了 對不對 就創了波段性高 那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比9958的 四季剛還來的強 對不對 四季剛 當然四季剛也創高啦 可是 上緯的部分來講 實際上對表現就比較強了 因為 它今年成長性比較高嘛 我想這部分也跟大家講過 那 重電的部分其實我就跟大家講過 中興電嘛 對不對 拉回來的時候可以留意 可是你像今天漲上來之後 我覺得這種股票你也不要去追啦 我覺得像中興電這種股票 大概就是一個箱形整理啦 就是高出低進高度 縱使過高好了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也不會噴啦 也不容易噴啦 應該這樣講 噴的機會也不大 所以假如說 下次來接近這個高點 其實你應該是贊錢嘛 就是說箱形的操作啦 這種股票來看 我想大概就是一個箱形的一個整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另外一塊來看的話 其實 華航或長龍行啦 等等 華航或長龍行 那當然以華航或長龍行來講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相同的邏輯 當然元大投顧 他在昨天出了 前天出了一篇報告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這個沒有寫出來 他把長龍行的目標價調高 記得沒錯 好像是47塊的水準吧 那其實這種也一樣啦 當然 為什麼 華航長龍行 這個地方很多 有時候法人 你像投信也有買 或者是外資 那有些投資人 或者是食戶啦 中食物業內主力 為什麼喜歡操作這種股票 因為他認為未來解封是一個趨勢啊 當然有沒有發現 其實操作 未來是一個趨勢的 營收大家有想像空間 會成長的 其實他的股價容易走中長多的格局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拉回來之後 他容易在創高啊 拉回來之後 他容易在創高 可是在高的時候 你不要去追啊 那現在當然還是這種氛圍 可是 當然這個就建立在所謂的解封 可是你說 這個 因為畢竟這個 其實說真的 業績的展望這種 大家對疫情的部分 說的營收比較難掌握 這個真的比較難掌握 不像 有些的製造業 他的營收比較容易掌握 那這種相對上來講 比較不容易掌握 所以有時候震盪幅度 相對上來講 會是比較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這種股票的時候 因為畢竟他也是一個景氣循環股 那只是說未來有 疫情解封的一個題材 所以 操作這種股票 可是他又是一個景氣 所以操作過 你一定要嚴格的去 當停損停利到點 到的時候 你一定要嚴格的去做執行 大家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他不是一個成長 可以成長3年5年等等 就是說 他是一個有夢等等 那這個是防疫概念的部分 我想就不在 這些就是個別股的表現 當然有其他的 投機的 當然 操作商來搶的話 自己就停損停利設定好 那科技股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 這些德宜啦 427號AMD啦 或者是Apple 等等這些 我框起來 相對上來講比較重要 其實目前來講 我想企業財報的部分 應該 優於預期的 第一 上季的 上季的企業財 優於預期的 相對上來講 應該會是比較多啦 因為下週財報之後 我想公佈 實際的財報 往往應該會優於 所以 這個地方的一個 電子股的部分 應該 我不是說他馬上會出現 連續性的上漲的走勢 就是說 因為整個電子股 從大概去年底或今年1月以來 真的整個 大家已經慢慢的 對於他慢慢的失望 那就如同開水 比如說從100度慢慢的降 降溫到90度 80度 70度 60度 50度 40度 的時候 你要讓他直接從40度升到100度 100度 說真的這個難度高 要慢慢加溫 那並且因為電子股跌幅真的比較 就是說 現在剛好有一些農資催小斷頭的壓力 所以這些他讓他洗個幾天 讓他 可是個股的部分會慢慢的 展現出來 展現出來 所謂抗跌的力道 或者要上工的一個走勢 所以給 我相信給他一些時間 未來漲萬好的股票 大概 會有機會的 大概會有機會 那當然 另外的就是說 其實跟大家講過 就是你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你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持股比重 不要一次就畢業 真的不要一次畢業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連不管巴菲特 孟格 或者是 所謂的一個 艾克曼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都曾經看錯股票 曾經看錯股票 可是因為 他們的一個持股比重有控制好 說真的 只要持股比重控制好 其實你要再翻起來 是很快的啦 你要把之前輸的再翻起來 我相信 這個難度 是不高的 是不高的啦 不然你看 你這樣買了一個月 是賠了三四十%的水準 三個月啦 也是三個月 所以 在操作上來講 我想股票市場 它的 風險本來就是有 尤其是在前一段時間 真的風險相對上來講 真的是比較大 因為變數多 所以我一直強調 當變數多的時候 自己的持股比重 就真的不要太高 就是要維持在低的持股比重 好 那等待整個盤勢穩了 那再來進行加碼 或者是買進的一個動作 我想是這樣子 好 那記得叫我們 Light at at.jr Telegram.jr D58 健股之心 王昭麗FB 我想你應該在 以自己的力量 當然去操作股票 說真的 要拉高勝率 說真的 不容易啦 所以我想 你應該選擇一個 值得你信賴的分析師 去加入他的行列 相對上來講 應該是比較簡單 那當然 目前有通膨 疫情戰爭等等 所以整個盤勢 還是非常的動盪不安 那投資當然也變得 非常的一個困難 那不過其實我個人認為 只要你 控制好持股比重 只要你買的 是會來展望 相對上來講 真的是比較好的股票 那時間都會是 他的好朋友啦 時間就是他的好朋友 那等待盤勢慢慢的走穩 我相信這些 比較優質的股票 他未來 的爆發力 相對上來講 就會比較強 就會比較強 所以在目前來講 我也建議大家 你可以選擇 你一個信任的一個分析師 或者是 你覺得勝率比較高的分析師 加入他的行列 那當然你有任何問題 或者想加我們行列 你可以撥打 08005808 08005808 最後出貨討論 操作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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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